嘿,大家好,我是Paul 今天我教大家怎么在Google上建一个Gmail的邮箱 我们知道Gmail的邮箱呢,它有很多功能 比如说我们建立了之后呢,在手机上可以用它的Google Maps 就是它的Google的地图可以导航用 另外呢,在YouTube上呢,可以建立一个自己的频道 比如说我就建立了一个自己的频道 你们还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就是你们有了Gmail的邮箱之后可以订阅我的频道了 在我的网站Westlifecc上呢 我也会有一个一步步教你们怎么建立这个Gmail邮箱的文章 那个视频的下面我会放一个链接 你们想看那个文章的话呢,点链接就行了 我们现在开始啊 你看你在你的电脑上任何一页上呢 你就先进入在这个,就是在输入里面哈 你输入Google,G-O-O-G-L-E.com 然后你点击一下呢 它就会自动出来 你看像我这个啊,它就出来变成了Google.ca 你看这儿了吗?是因为我是在加拿大 它就自动生成了.ca,如果你是美国呢,它就会是Google.com 所以没有关系 下面呢,你在它的右上角看到登录 你就点击登录 登录之后呢,从来没有Gmail账户的人呢 你选最下面的更多选项 看见这个了吗? 上面这个呢,是已经有Gmail的信箱的人 他们用上面这个,我们从来没有的点下面这个 更多选项 然后呢,创建账号 点击创建账号 然后右边你要填入各种信息 比如说 姓是名字 就是姓吧 我选一个姓张吧 我的名字叫张莉莉吧 然后呢,选择您的用户名 这就是你要建立那个信箱的名字了 比如说我就,就叫张莉莉 然后我,当然了你也可以 就下面我要设置密码了 这个张莉莉的后面呢 就是自动的Gmail.com 我现在设置密码 哦,不行 为什么呢 他说,已经有人使用了该用户名 就是这个名字啊 这个邮箱有人用了的 说明以前有叫张莉莉的人 怎么办呢 那你就是不同的 嗯,我现在就 假如说我叫,还叫张莉莉 五四三二一 我现在用这个名字 再设置密码 哦,可以了 他现在允许我用这个名字了 那我就设置 比如说我的密码 至少八个字符 你要记住啊 我现在放我的 然后他说我的密码强度很强 很好 确认密码就是你把你的密码再重新再输入一下 我建议你一定要把这个密码记下来 现在啊 还有你的用户名也都要记下来 生日 嗯 对了 我刚才忘了讲了 你那个填名字的时候不一定填真的名字啊 可以填真的也可以不填真的 生日也是一样 可以填真实的 也可以不填真实的 比如我现在我这是年是1980年 初中年月是我填一月 然后填一日 我是为了简单啊 性别 手机可以不填 嗯 所以 我就不填了 你当前的电子邮箱地 邮件地址 就是说 你肯定还有别的邮箱地址 这个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 比如说万一你现在这个Gmail这个邮箱啊 你不记得密码了 或者是你哪搞错了 他会往你给他这个邮箱的地址 嗯 发密码 所以 这个 一定要填很重要的 那我就填一个吧 填一个 我原来已经有了一个 小 看看啊 那么 那么你看我就是把自己已经有了的一个HalloweenGmail.com填进去了 然后位置呢 我是加拿大 比如说你不是加拿大 那你就选这儿 你是任何一个国家 就选下面的国家 现在就是下一步了 嗯 记住把你上面这些个填的信息一定要都拿纸写下来 然后他这个小窗户其实就问我说要不要我的电脑记住这些个信息 我让他不用记住啊 把他删掉 嗯 隐私权和条款 就是 你一定要说同意 你不同意他不会让你建立的 这没什么可以商量的 一定要同意 点击同意之后 哦 欢迎 你看 我的张莉莉54321Gmail.com 我们已经成立了 然后呢 很高兴已经行了 我现在 现在呢 我可以点 我不点Continue 我到这个地方来 你看啊 就说你建立这个Gmail.com的之后呢 你有一个自己的账户 你还可以用谷歌 这个搜寻 你还有一个 这就是说我说的 这个Maps 它的地图 你在手机上呢 你可以用它帮你导航 还有YouTube 因为谷歌是拥有YouTube的 你可以从这直接进入 当然还有这些游戏啊 还有 这就是你自己的邮箱 这个是 它可以 可以里面存 等于是给你一个存储空间吧 我还说Calendar 是它的 日历啊 是这些它的功能 所以你有了这个 邮箱之后呢 会有很多 得到很多的资源 那么我现在呢 就想进入我的邮箱看看 我再重新点击一下啊 你进入这个 这个 点击这些小方框 进入邮箱 我的邮箱里面 应该有一封谷歌 在欢迎我的邮件 有点慢 哦 快到了 嗯 说我有两封新邮件哈 嗯 管它呢 它这个 其实这个 其实没有什么用 它就告诉我说 这个邮箱啊 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功能 除了收件啊 什么 你有很多很多 帮你帮忙的 我不想看 我就看 下一步 你如果感兴趣 你可以自己看啊 第二个 你还有打造自己 独一无二的邮箱 就是说 你可以把自己的邮箱 自己的想法 重新设置一下 我是一个 比较寻求简单的人 咱们就下一步吧 简单 下一步 这只是你第一次 打开你邮箱 会有这些个东西 你以后就不会有了 哈 然后这个 也是介绍其他的功能 我也不感兴趣 下一步 最后下一步 哦 终于到了 我的邮箱了 您可以使用 张莉莉 5431 gmail.com了 然后我就开始 进入我的邮箱看看 嗯 您好 已经有了 Google社区团队 说 莉莉您好 然后给我发了一封 我的邮箱了 邮箱了 我很高兴 我现在告诉 你看 这是收件箱 然后呢 这是写草稿的地方 写邮箱 点击这地方 写邮箱 嗯 这就可以了 所以每次想进入自己的 Gmail邮箱呢 大家就先要进入Google 然后从Google里面 就点击我说刚才一开始的上面的登录 就行了 我现在试 试掩一下 比如说 这就是我说的 每次想进入自己的邮箱的时候就这样 点击Google 然后点击登录 这个download里面它有个Gmail 或者你从这也行 这几个点也行 我们从这几个点 然后我的Gmail从这开始进入自己的邮箱就可以了 这个之后呢 我还会再做一些个视频 就是怎么在脸书上建立自己的账户 Facebook 还有Instagram Instagram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啊 因为它建立的时间比较短 还有Twitter 就是Twitter 我都会慢慢建立的 希望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呢 请你点赞 请你订阅我的视频 最重要的是你现在有了自己的Gmail account了 你就可以订阅我的视频了 以后我出来什么新的 新的视频都可以自动发到你的信箱里了 好 非常谢谢你的观看 咱们明天再见 见面 陆